穿過龍牙防禦來到主幹道 烏克蘭特種部隊繼續在庫斯克州前進 強勢壓制俄軍 現場炮火密集 顯見烏軍確實有備而來 不只一路挺進工業區的建築 現在占據的土地面積 還在擴大當中 控制的聚落又增加到至少92個 另外烏克蘭也證實摧毀第三座 庫斯克州主要橋梁 還有俄軍的浮橋也被炸爛 代表夾在中間的俄軍 都要面臨被圍困的風險 不只俄羅斯境內 烏克蘭邊境蘇梅地區 也有迫擊炮部隊從遠處支援 朝庫斯克的俄軍陣地 發射一枚枚炮彈 前兩枚也確實逼近俄軍陣地 上頭無人機直擊到俄軍嚇到 連忙跑進述從掩護 庫斯克地區一間體育館內 滿滿都是臨時的睡床 短短兩個禮拜已經有十多萬 邊境居民被迫撤離到這裡 鏡頭另一邊還有許多長者 得搭乘火車安置到其他 更遠的俄羅斯南部城市 因為俄羅斯邊境狀況百出 先前遭烏克蘭無人機 擊中的羅斯托夫油草 火勢到現在還無法完全控制 現場共有十一座油槽 陷入火海 連消防員都束手無策 諷刺的事事發 當時俄羅斯總統普欽 寧可出訪亞塞拜然 軍事專家分析 普欽有可能真的還想不出辦法 烏克蘭能在邊境順利推進 歸功細膩謀化 英國國防安全智庫皇家聯合軍事研究所研究員就點出幾個成功關鍵 從一開始的精確情報蒐集 掌握俄軍在該區的陷阱障礙物並沒有想像多後 就開始分析地理形式 思考進攻路線 中間也妥善使用西方軍武和炮兵支援 進一步干擾俄軍通訊 心理戰方面則是大量公布拍攝俄國村莊的路標 使敵軍心生畏懼 然而烏東的狀況卻變得危急 隨著俄羅斯宣稱奪下另一個小鎮後 也開始逼近波克羅夫斯克地區 烏克蘭下令當地有小孩的家庭都要撤離 烏東戰況焦灼 但這個週末還是會有國際領袖訪問烏克蘭 這不僅是莫迪在俄烏戰後首次造訪 也是印度和烏克蘭建交 三十年以來首度有總理訪問 過去印度因為購買俄國武器和石油 一直避免譴責俄國入侵 上個月還訪問俄羅斯送暖 現在則改訪問烏克蘭 似乎是想擔任調停的角色 儘早結束戰爭 點新聞綜合報導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加入老湯瓦雷基 我是老湯 就在舉事關注庫斯克棋棋戰的同時 烏克蘭東線卻發出急爆 俄羅斯國防部宣稱 在中央戰術集權的快速推進下 已經奪下頓巴斯地區多個重要據點的控制權 首先在齊爾任斯克和紐約 這條戰線上 俄軍的主攻部隊第一斯拉夫旅的一個營 率先在阿爾喬默默擊退守軍 並且插上俄羅斯的國旗 而在北面的基羅維 第74紀魔旅也不落人後 從西邊長驅直入直倒黃龍 打穿了城鎮的中心 原本西方很多軍事專家認為 基羅維早在2014年就修建了一道非常強固的防禦攻勢 如果俄軍想要直接從正面突破 勢必會付出傷亡慘重的代價 而且還不見得能打退烏軍的守備力量 卻沒想到俄軍運用靈活的迂迴戰術 繞過基羅維的正面 從薄弱處插入 藍腰把烏軍一分為二 首尾無法聯繫 就連長期觀察這場戰役的軍事觀察家都感到訝異 十年前俄軍在此處幾乎都難以越雷池一步 即便只是向前推進一公尺也無能為力 但是就在哈爾科夫爆發戰事 以及烏克蘭發動庫斯克棋棋戰之後 這一線部隊就被抽掉多個單位前往北方支援 反而為俄軍的攻勢打開一道方便之門 而且就在短短一個月的時間之內 俄軍迅速把握機會 直接挺進城區 開始和烏軍展開城鎮戰 另外在紐約戰線 俄羅斯三支部隊也在指令下達後 一任務需要一路佔領西側的高地 一路從正面推進 另一路則往東壓迫留在包圍圈中的烏軍 逼著守軍在口袋還沒關閉之前 在半天之內趁著夜色盡可能撤出包圍圈 以保存有聲戰力 不過烏軍則表示 為因應戰場變化 指揮部已經有效降低住房在紐約東部 和聶利皮夫卡以東部隊被包圍的可能性 但是俄羅斯國防部則以一泄千里 來形容烏軍在此地防線崩潰的情況 段內斯克政治領導人還宣布 一旦收回紐約 這裡的地名就要恢復成 俄羅斯時代的舊有稱呼 紐約的稱呼就要改回 諾夫哥羅德西克的本名 看來這個願望很可能就要實現了 幾乎相同的情況也發生在 紅軍村的前沿軍事重鎮 當俄軍攻佔沃茲得位任卡之後 一般預料攻擊部隊會先打掃戰場 並且設計下一波的戰術 直接沿著公路線 先推進到距離只有8公里 路程的T-0504高速公路閘道 然後待命準備下一波前行攻勢的 戰鬥部署 沒想到南面熱藍捏的攻勢 異常順暢 主攻部隊不但控制了這座村鎮 還奪下了更南部的新熱藍捏 艦頭單位還抵近到 閘維特內的外圍 另外兩支部隊則是分別奪取了 諾和羅迪夫卡外圍的 朱拉夫卡和尼古拉耶夫卡 並且直指歇里渡河 俄軍的切牛排戰術非常明顯 就是要切斷諾和羅迪夫卡 和歇里渡河之間的聯繫 孤立原本可以相互支援的 兩個防守據點 然後一一擊破 河軍裝的運命車遭到俄軍神風 5人機直接衝撞 造成爆炸冒出大量濃煙 庫斯克騎士站持續至今超過兩個星期 烏克蘭部隊依舊在蘇甲周邊推進 試圖拓展局面 尤斯波普表示 雖然不清楚敵軍的戰略目標是什麼 但是從這支烏克蘭部隊的行進方向研判 應該是想以蘇甲為中心 快速往東南方向推進 而且俄羅斯國防部也證實了這項消息 情報指出 烏軍從烏拉諾克和夏馬霍沃南下 在克魯佩茨、卡梅什諾耶 和吉里一線遭遇俄軍 雙方激烈交火 據稱烏軍不只受到重創 而且轉移到森林地帶 避免在主要交通線上 被俄軍無人機發現 導致損失加劇 除此之外 俄羅斯還公布俘虜烏軍官兵的影片 藉此證明防衛部隊已經有效阻截烏軍的推進 同時引述烏軍俘虜的說法 他們在深入庫斯克境內之後 因為補給不易的關係 彈藥和口糧已經出現缺口 迫使一線作戰單位不得不轉攻為首 或是放慢進攻的速度 究竟尋找補給點重新裝備 對於這個說法 烏克蘭軍方並沒有多加回應 總統澤倫斯基更說 攻入庫斯克的目的就是要在這個地區建立緩衝區 盡可能削弱俄軍戰力 執行最大化的反攻行動 然而俄羅斯國會議員普蒂娜則是不以為然 並且直接點名西方陣營 就是協助烏克蘭入侵庫斯克的幕後黑手 那些西方陣營是關於西方陣營 在西方陣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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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主要的規則是不吝嗇鱲 西方陣營 西方陣營 今天是吝嗇鱲 西方陣營 所有人在世界上都知道 完全没有任何决定 普廷纳表示 被俄军俘虜的乌克兰武装人员当中 已经确认有外籍佣兵加入 他们分别来自格鲁吉亚 和东南欧的某些国家 而且由北约派驻乌克兰的军事教官 俄罗斯有理由相信 西方国家在这场恐怖行动中 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库斯克其实在影响所及 也让隔壁州的比尔哥罗德 纳入联邦紧急状态 奥地利一家国防安全机构的分析指出 俄罗斯总统普京之所以 把这场武装冲突定调为反恐行动 对内可以方便被任命为 反恐协调官的九名 全权掌握库斯克州的行政事务安排 以及军事部队调度与物资管理 其次是可以巧妙避开俄罗斯军事作业上 必须遵守国际战争法的制约 这样一来俄军就可以放开手脚 扫荡入侵境内的乌克兰武装人员 免出可能触发战争罪的法律风险 毕竟乌克兰宣称在发动这场棋戏战之前 已经和西方盟国充分讨论过 普京只不过是将计就计 让俄罗斯的反恐扫荡行动更具正当性 到头来乌克兰和西方阵营的任何人员损失 也难以向俄罗斯提出战争诉讼 好了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而在乌俄战争方面 乌军的骑袭似乎是奏效了 目前他们已经深入了 俄罗斯境内攻占超过1250平方公里的领土 占领重要的设施 同时也逼逃了12万名俄罗斯民众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各喊话西方国家 希望能够放宽限制 让乌克兰可以用更多的西方武器 远程攻击俄罗斯本土 但其实在乌克兰境内依旧自顾不暇的是 有超过17万平方公尺的土地 满部俄军所留下来的地雷 有多达300多名的乌克兰平民更因此丧命 而为了保住性命 现在有农民只好靠自己自力侵雷 俄军侵略脚步逼近乌克兰顿内刺客的普克洛夫斯科 乌克兰政府加速强制撤离令 至少4000名儿童需要赶快离开 开葬遗事的祖母马琳娜 想留下来为同乡继续服务 又舍不得女儿和孙女离开 两年来无数乌克兰家庭尝过这种心碎滋味 全因俄罗斯侵略 现在他们也让俄罗斯人感受一下 两周前乌军精锐部队攻进俄罗斯库尔斯克州 俄国官方8月19日公布影片 声称12万1000多人 已经从24个地区撤离 安置在174个临时收容所 预计疏散平民总数将达20万人 最好的防守是攻击 8月6日乌克兰发动的这一场特别军事行动 还掳获超过2000名俄罗斯士兵 泽伦斯基在向西方友好国家要求援助时 底气也多了几分 他强调这证明俄军过去虚张声势 实际上并非打不倒的敌人 在乌克兰成功控制的四个行政区中 苏甲镇上有俄罗斯能源出口转运设施 等于成功掐住一部分俄罗斯战争资金来源 如果伙伴们拦了所有明显的预计 在使用武器在俄罗斯 的话我们不需要 физического进行 尤其是在河克兰 为抑制 наших乌克兰在河克兰 和减少的预计 而减少的预计 但仍然我们不能使用 所有明显的武器 和减少的预计 和减少的预计 在那里他们有 泽伦斯基呼吁西方盟国 看见乌军的努力表现后放宽限制 让乌克兰能动用西方武器 打击更多俄境内目标 普京曾警告若西方盟国撤去限制 将导致严重后果 外界推估是用战术性核武来威胁 但加拿大与英国都已经宣布放宽限制 乌克兰可以使用两国援助的武器 攻击俄罗斯境内 乌克兰此次大胆进攻 也是打给北约看 希望能凭实力尽快获准加入 尽管北约仍持着紧防守不攻击的立场 避免主动介入误恶冲突 但仍然在与俄罗斯盟国白俄罗斯 相邻的立陶宛 破土兴建路德宁凯军事基地 预计2027年启用 4000德军与坦克等军备将长期驻守于此 回到两年来被俄军蹂躏的乌克兰本土 这位哈尔科夫的农夫 想将战争阴影赶得远一点 但就在脚下 50公顷的田地上都是俄军留下的地雷 战事到了关键时刻 急着破种的农夫等不到专业士兵帮忙 自立就去排雷 这边是 好吗? 这边是检查的 两年来超过17万平方公里的乌克兰林土 被俄军买下的雷 危险去面积几乎是两个捕图雷达 以后穿着几乎脱 拿着简单的金属探索器就开始少雷 15分钟内就发现五个雷 被此相够只有几公尺 冒着生命危险却只清除两公顷田地上的地雷 上游老下游小的他 若不尽快开始种植 生活将无以为继 俄军走后 全村几乎不胜一栋完好的房屋 至今乌克兰已有至少300名平民 因踩到地雷而死包括15名儿童 另有700多人因地雷受伤 轻地雷的工作可能在未来10年内都无法完成 都是俄罗斯留下的侵略痕迹 乌克兰战后重建绝非易事 TVBS新闻综合报导 大家看俄乌战争最新的发展 但乌克兰既然打到俄罗斯境内之后 现在到底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真的对乌克兰的战事是有利的吗 泽伦斯基说 目前已经控制地方1250平方公里的领土 跟92个现在翻译正确了定居点 不是说village聚落是定居点 他强调这次行动已经成为 我们从俄罗斯俘虏手中 解放乌克兰人的过程最大的投入 尤其在最近的一次行动里 他说抓了很多的俄罗斯俘虏 这个克斯克战场 库斯克战场的有三个桥 现在全部被乌克兰炸了 这个是来自于乌克兰 俄罗斯也证实的 这三座桥16号先攻击了 格什沃镇这附近的桥梁 18号又摧毁了一座 然后19号又摧毁了公路桥 这三座桥摧毁下来 这个各种的军事专家分析 是不是东边乌克兰部队 西边北边包围 南边是乌克兰国境 这样子的话 乌军是要往中捉鳖 会大举的俘虏 这个地区所驻守的常态的俄军 当然他们都不是精英 是这个地方 这个居留定居点 所驻留的驻军 那当然武力各方面 也没有那么强大 使用美国制的海马斯源程火箭炮 就火箭炮 但我们想说 那这样他会不会也是 一样无法撤退呢 那他有撤退的可能吗 还是说临近这个桥 对他们自己来讲 是谁被瓮中捉鳖呢 拉斯福罗夫说 普清明确表态过 在乌克兰对克尔斯克 进行攻击之后 甚至他认为是入侵之后 现在任何和平的谈判 都是不可能的 那什么是你想要透过 这样子的进攻 让和平谈判的筹码多一些 但现在显然俄罗斯不买单 也扬言一定会加以报复 那么接下来 中国大陆的角色 也是被关注的了 李强这个礼拜要访问俄罗斯 还有白俄罗斯 关系越来越加深 这个伙伴关系 对于这个战事的发展如何呢 美国是斡旋 在另外一方面 当然俄乌 显然美国不希望马上停下来 但是加萨就不一样了 那么美国的斡旋 是逼着伊朗要和谈 还有逼着巴勒斯坦这边的 哈马斯这里要同意条件 但显然哈马斯部分 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同意 可是布林肯就先讲了 以色列已经同意停火方案了 就是要逼着加萨总装这边和平 是站在以色列这边比较喜欢的 或比较偏向于他所倾向的角度 来进行和谈吗 那台雅胡保证会支持美方 提出来这个结论 当然驻军还有驻扎的控管区 就是对以色列相对有利 不过到底哈马斯 同意已经发了声明 说他们绝不同意 就看未来的发展 但伊朗角色 前两天我们才讨论到 不是说24小时48小时 到底要不要反击 他们的首领被击杀的事件 现在双方的停火谈判 美国表示他们的话语权 伊朗强调是美国不是诚实的 这样的角色 所以现在一直支持以色列的结果 也没有保证到其他国家平衡的各种权利 还有义务的关系 所以卡纳尼再次的宣称 反击行动势在必行 我们不是不攻击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一定会继续进行 以色列的反扑跟攻击 但现在怎么攻击 各种前先前情报单位各种的说法 现在真的不知道 说要双方成立热线 热线之后怎么办 伊朗还在寻求 中国的侦查卫星技术 一旦有卫星技术的加持的话 当然对于精准的打击 各方面的瞄准度 就会大大增强可能的影响力 那么另外还有 珍珠党秀的攻击地道 这是前两天发生的事情 坦见他们把地道给公布出来 里头有武器 有影片告诉大家说 这里的武器非常的多 包括还有人可以骑机车穿梭 还有多管火箭发射系统的卡车 所以有各种的武器在这里 展现的是什么 臭肌肉 除了我们还有各种的影响力 我们的武器都还可以再反击 要威责以色列吗 不过这个影片 一字不短暂播送之后 以色列则是在X平台上面转载 表示珍珠党必须被消灭 所以一定要把他们这个地道 全部给消灭吗 但是摩萨德系统是不是渗透了 珍珠党高层 这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他认为情报局 摩萨德已经进到珍珠党通讯网路了 所以才能击杀相关的反对的分子 或领导人 以目前为止 目前已经40年来 美国长期的策划 已经各种的海军军队的各种爆炸案里头 已经有241名美国军人死亡了 美国在当众所牵涉到很深的这个关系 接下来如果黎巴嫩再次陷入恐慌的时候 又有什么办法可以加以控制呢 以离情事紧张 珍珠党说对以色列要北部来发动 无人机攻击 外界担心有没有可能 做进一步更扩大战争 发生的地方是跨境的暴力事件 所以以色列是真的要和谈吗 还是要让这个地方更严重的战争 有可能会爆发呢 所以从俄乌到中东都很难平静下来 将军 首先我们谈一下俄乌战争 平良来讲乌克兰这仗打得蛮漂亮 但是我们看这个战争 它的作战目标 战略目标是什么 才可以预测它后面的行动 为什么这样这一仗打得很漂亮呢 因为乌克兰前面都在非常艰苦的状况之下 在乌东 在罗干斯克 在乌东战场上词别了 打得民穷财劲 当然轮车司机面临这个困境 他必须要打出点声量来 第一个争取和谈的条件 争取和谈的筹码 将来和谈 我是不是会用领土换领土的议题 虽然我拿了一小块 谈一个大议题 领土交换 俘虏交换 第二个要鼓舞美国的人心 不是说无效的资源 花那么多钱 要给欧盟的国家打强行针 你看你们的援助是有用的 所以这个战场上你看的展现出来 欧洲的战车 甲车 雷达 美国的哈瓦斯 以及常年九缺的炮弹 在这次战场上都用上了 再加上美国的卫星情报 选择了俄罗斯最偏僻的一个侧翼 做一个突如攻击 但是我要给他很早有讲 他是一个以政治目标为目标的战略规划 就是说我打一个有限目标 为什么会打一个有限目标 因为他不具有长城突穿后续的部队的能力 你要想真的微微就造的话 那500公里可以打到俄罗斯的话 打到这个莫斯科的话 你才会吸引到俄罗斯要抽掉乌冬的兵力 你这次打这么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 乌冬战场的俄军并没有抽掉 就代表你这个是做不到的 换句话说问题受限于什么 你没有后续的大量的预备队可以投入到这个突穿 因为我们做 我是写演习计划作战计划的人 你要有一个突破口的话能够打开 那后面就要有足够的第二梯队第三梯队的强大的兵力 一直向深远的地区突穿 二次大战的所谓闪电战术就是这样发展的 它就可以打到你后面的核心 造成法国就是这样的亡了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出来 他打了这个30公里的这个战线以后 马上就开始在构筑防御阵地 代表什么意思 他能力也只能达到这里 他必须要持久 但是他杰出的这个计划做得很好在哪里呢 他利用了哈马斯的对境外的攻击 把俄罗斯的三个补给线的桥梁给你炸了 就让俄国的真援部队 真援的速度会降低 被困在前线的俄军的补给会受到干扰 这些作为并不是想去全部俘虏地区里面的 因为战争目标里面有消灭敌人有声战力 或者占领敌局的战略要点 这是你规划这个计划的主要目标 那现在看得出来并没有说要殲灭 地区里面所有的俄军的有声战力 那你现在马上得到一点好处 马上转为防御 那就是要持久的打算 这个持久的打算也就争取到将来和谈里面 能不能形成一个筹码 因为如果这块地很快被俄罗斯又拿回去的话 不但没有筹码 你自己的这个弱点就充分暴露 也让欧洲跟美国对你根本就不抱希望 那援助就断了 他之所以集中现在残余所有的精锐部队 孤注一致的投入 就是要这一块地被他占领了 达到说你看你俄国到我家来 我也到你家去 我现在还是有能力做攻击式的作战 这就是我讲的政治性的战略目标 所以你看他后续的动作 他已经开始在防卫了 如果这么一千平方的地他都守不住 那这个前面的战略目标就没有了 的确也很难守 因为他打的是八十几个占居点 那个点都很小 不是城镇 城镇的话还可以持久一点 这个居民点就是散居在地方的小村落 还不构成村庄 所以问题他建立马上加攻势才能够守得住 因为他的部队也就万把人 很显然就暴露出你没有强劲的第二梯队 第三梯队的有效战力 你把所有西方国家给你精锐的武器 包含外国的佣兵 包含英国的顾问 统统投入在这一个上面 我觉得这个是孤足一致 当然现在大家有各方的意见不一样 像将军觉得他要顾守这个地方 但赖教授也有不同的看法说 他们应该要赶快撤离 否则的话反而是他们会变成孤军困在 所以俄乌战争现在也在胶着 那更何况是中东 这一次泽连斯基的这个决定 坦白说很多军事专家都很错愕 因为一直抓不到 他的战略目标到底是什么 他打的目标是什么 泽连斯基在昨天公布了 他说我的目的是要建立起一个反冲区 那这个讲不过去 因为这个凹不太像话 各位观众朋友您想一下 俄罗斯的国土面积 我们这个教授他是刘二的 俄罗斯的国土面积 不是 院长 院长 对 俄罗斯的国土面积 就有1700多万平方公里 1700多 那他现在控制区是 1000多平方公里 那也就是说 1万多分之1而已 你口袋里面有1万块钱 你掉一块钱在地上 你不一定会弯腰下来把它捡起来 当然我不是说俄罗斯不要这块土地 而是说俄罗斯的土地实在是太大了 这块土地放在俄罗斯里面真的是很小 而且是靠近乌克兰的边界 就在乌克兰的边界 这个地方没有重要的战略物资 没有看到有重要战略物资 没有重要的城市 没有重要的战略要地 要去控制占领都没有 当然有人说那有核能核电厂 你不敢打核电厂 基本上来讲 因为这会引起 整个区域间的公分 而且如果这个核电厂 真的被你炸了 风一怎么飘也会飘到你的境内 这个基本上是另外一件事 好 因此大家在问 你到底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要建立缓冲区 大家觉得你这个理由太牵强了 为什么 因为刚刚孙燕金讲的 他把他的往前的道路都切断 然后他跟乌克兰连接 可是问题是他的后勤补给 要从乌克兰过来 现在俄国已经开始在 用空中的方式攻击他的 后勤补给线跟后勤补给点了 所以他困在那个地方的 看起来是他占领 可是你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他被困在那个地方的这一万多人 你撤还是不撤 你不撤的话你后勤的东西上不去 你怎么办 你怎么持久战 你根本没有办法持久战 而且冬天马上要来了 他都是农村 农村的小聚落 所以这个基本上来说 大家就一直不解 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 后来一般来讲就认为说 你会不会再想模仿2022年的 所谓的违魏救灶的 这样的一个方式 为什么呢 2022年俄国一打 这个乌东地区的时候很顺利 也在第一时间把哈尔科夫 乌克兰的大臣之一 哈尔科夫占领了 结果乌军去攻打顿内刺客的时候 逼得俄军把哈尔科夫的部队往内掉 结果造成这个防卫空虚 他们严格上来讲 就是要吃掉哈尔科夫 所以就把哈尔科夫又夺回来 现在他的乌东的战线是紧张的 乌克兰战线紧张的 他往北打的时候 一般估计他认为 俄军会回防 往回撤 结果普丁完全不动 也就是挡在那个地方 不把兵力抽掉上那地方 乌东地区继续打 目前据说已经快打到 红军村一个战略要地 打下来的时候 乌东就很少有 显那个无险可守了 吴老师认为现在 以哈之间的谈判 虽然布林肯一再到 以色列那边去强调说 马上和平谈判就要促成了 但显然他马斯并没有同意 有机会达成和平协议吗 以哈之间他们不会有任何的 目前短暂不会有任何的和谈 因为不要战事扩大 把黎巴嫩的政策长也拉进来 甚至我们讲更多的战事扩大 我觉得已经是万幸了 因为两边彼此的仇恨无以复加 并且都要想把对方从地表上移除 还有伊朗 对 伊朗在后面也是非常重视 我们再看伊朗到底怎么样突袭 因为他不会再讲说我要怎么突袭 因为这一次他会用特殊的方法 来作为一个给他们的领袖 被杀的一个交代 我还在讲这个乌冬 我觉得乌冬蛮有兴趣的是 这个地方大家一直在怀疑 是泽伦斯伊他们到底的想法是什么 当然刚才两位都讲了 他除了有核电站之外 他也是天然气的中继站 这个地方是从俄罗斯要运往东欧 还有中欧天然气的一个转运的中继点 那个是加压战 泽伦斯伊他去打那个地方 当然他用很多重兵跟重武器去打 许多观察家 我看这个responsible statecraft 他采访在十位美国政治跟军事学者 当然有人就开始发表一些意见 他觉得第一个 他们很聪明的让全世界观察认为说 他们的战术很有弹性 而且让大家对普丁的领导力画上一个问号 他是不是great leader 开始画了一个问号 第二个 在精神上面认为乌克兰还能打 还可以继续打 所以希望西方的援助继续加强 但是也有许多观察家认为说 这个东西很像1944年 希特勒在二战的末期 最后的我们讲亚登森林之战 突出步之翼 他想要从中间切入 把法军 英军跟美军切断 问题是那个是希特勒的最后一击 他打完之后他就输了 所以他有一个学者觉得蛮像这个图书部之翼 是没有 是徒劳无功的 他把他王牌都丢下去了 对 因为为什么 因为Johnny的上面讲 把最后一点原作原本 那个脊椎化部队都丢下去了 都丢进去了 不过我们来看看美国总统大选 大家都知道 对这个整个世界的局势至关重要 而今天民主党的全代会登场了 我们来看看拜登 他一上台没有多久就哭了 请导播让我们看看现场的画面 这是拜登在这个小女儿的温情介绍之下 泪眼登台 拜登说他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献给了美国 并且说选择贺锦丽是最棒的决定 说贺锦丽未来会成为美国最骄傲的总统 并且我们看到拜登 他这个凉度 这个泪风 就是很感性的流下了眼泪 拜登说我这一生为美国贡献了我自己 我们看到现场 全场大家高呼 We love Joe 这个喊了四分钟 整整四分钟说我们爱乔 拜登的这个名字叫乔 Joe Biden 我们爱你 我们爱你 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感动的时刻 那也有现场的媒体记者告诉我 这就像是一场party一样 因为各种这个民主党的明星 接力上台来演说 还有一些艺人也到了现场 我们先看看希拉蕊 希拉蕊本来是由这个实力 变成美国第一任的女性的总统 可是那一次在2016年 他败给了川普 那这一次希拉蕊说 拜登是民主的捍卫者 贺锦丽将永远为美国人着想 因为川普只在乎他自己 并且他呼吁现场的人 他呼吁美国民众 把票投给贺锦丽 让贺锦丽打破美国的天花板 女性 让女性推上这个总统的宝座 而另外我们看到除了希拉蕊 还有包括这个拜登的夫人 以及克林顿 还有包括欧巴马 还有包括Michelle 都来了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 这个民主党风光的 这个一个大party 来这么多的政治明星 那川普当然不甘寂寞 他一天跑了四场 跑去摇摆州 取了拉票 并且他说 他考虑取消电动车抵税的优惠 而且要邀请马斯克 因为马斯克支持他 他说马斯克可以入阁 或者是当顾问 那他的场子也炒得很热 这个据说这个支持者也是非常的兴奋 而另外我们看到 场内很热 可是场外呢 包括在这个民主党的全代会 场外有很多示威者 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 上万名的示威者 他们举了这个挺巴勒斯坦的旗帜说 我不想要我交的税金 去资助这些种族灭绝的行动 因为大家知道 现在在巴勒斯坦 在加萨走廊 的确是空前的人道危机 妇女小孩不断的在被屠杀 他说我有权利把我的心声表达出来 所以他们是向政府示威 向贺锦丽喊话 说一定要让这场战争赶快的落幕 赶快的停止 而布林肯不断的跑去以色列 来回的传说想要调停 那他劝告以色列说 你要完成谈判 因为这是最后的机会 可以让人职回家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有115名人职 还在这个哈马斯的手上 所以看到布林肯今天 这个礼拜一早上抵达耶路撒冷 他就劝告以色列说 你赶快完成跟哈马斯的协议吧 可是外界怎么看呢 外界认为 可能这两遭不会这么顺利的 就同意停战 或者是这个写下这个所谓 签下这个所谓的协议 而另外我们看到 有一些战断又出来了 包括以色列跟黎巴嫩 互相这个情势紧张 真主党说 有两名他们的战士被杀害 所以他就用无人机去 对以色列的北部发动攻击 又有一个跨境的一个报复行为 而另外我们看到伊朗 过去一段时间大家在看伊朗 会不会进行一个报复的行为 针对以色列 可是这个又有媒体说 只要以哈停火 这个协议签下去之后呢 伊朗就不会报复了 那伊朗又站出来说 不要小看我 我一定会报复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所以可以看到大家在互相料痕话 那另外我们看到 以色列的台拉维夫也发生了爆炸 这是以色列的第二大城 那哈马斯说 对 这就是我干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现在是一团乱 大规模的战争没有爆发 可是小规模的各种的冲突不断 那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 又是另外一个战场 我们知道前一阵子 这个乌克兰已经跨境入侵了俄罗斯 那现在呢俄罗斯说 我 我要这个反将你一军 所以他占领了乌东的大型聚落 我把你乌东牢牢的控制住 并且占领更多的土地 而泽伦斯基他也不甘示弱 他说我炸毁你 这个库斯克州的第三座主要的大桥 我赢了你俄军的红线已经崩溃了 也是一样两边都在互相呛吓 互相喊话 可是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看到有一个人 他是李强 中国的总理说 即将出发到莫斯科 跟普京握手要见面 谈的是什么呢 我想俄乌战争应该也是在他们谈 这个会谈的范围之内 而另外还有一个人莫迪 他会跑去乌克兰访问 也会跟泽伦斯基来见面 这是俄乌战争之后 莫迪第一次到乌克兰 那俄罗斯也向德国提出一个调查 还记得吗 北溪油管的爆炸案 这个天然气油管的爆炸案 现在俄罗斯说 我有证据 你要把一名乌克兰的公民 来这个列入这个通缉名单 因为我们有证据显示 他可能做了一些破坏跟恐怖主义 这样子的一个行动 来请教老师 您觉得拜登不委屈吗 拜登委屈倒不行 哭了 他哭了 他太委屈了 为什么 因为他是经过整个民主程序的 也就是说 他是经过整个民主党的 这个党代表 他们提名 他们支持 他们联署 然后他获得绝对多数的选票 他成为民主党的候选人 这样的一个候选人 他也提名他的这个副手 这个贺锦丽 继续担任他的副手 他完全是符合美国的民主程序 结果他是被逼供的 他是被裴若西逼供的 他是被欧巴马背叛的 然后他活生生的 完全被违反民主程序 被政变 就是说你如果不给我下来 我们就把你推倒 我钱不给你 我想办法要弄你 我让你都选不上 然后这个整个政治压力 压在他身上 他其实是被政变被逼下来的 被逼下来了以后 希拉蕊说这个就是民主 我完全不懂希拉蕊 对民主的定义 拜登完全没有违反程序 他是完全符合 民主党的所有的民主的程序 所有的法律程序 他成为一个候选人 结果被活生生的逼下台 他宣布退选 不要选了 这个叫做民主吗 政变不是就是这样子吗 所以我觉得不要有两个标准 有的时候我听到美国的政客 讲一些两个标准 我听得都很烦 你知道吗 好 我们进行下广告 好 我们现在来看看乌克兰战争 必须讲现在乌克兰的军队 有一支已经打到俄罗斯去了 那未来会怎么发展呢 还有这么多国家的领导人 跑去访问乌克兰 跑去跑去莫斯科对战争会起出什么样的作用呢 请教委员 乌克兰对俄国发动了这场克斯克的战争 坦白讲是非常成功 俄国人完全不晓得 这也可以看出西方科技 除了保密以外西方科技 在这个战场管理方面的能耐 是 8月6号那天发动了战争 到今天他们两个礼拜了 俄国还是没有办法 把这些乌克兰的军队赶出去 是 他的军队大概在那里 现在进入参与这场行动了 攻击行动了 大概就一万两千人 最多大概一万两千人 就守了两个礼拜 而且面积 占领的面积是扩大了 不是缩减了 而且把三座对外桥梁都打掉 炸毁 炸毁了 所以这个就是现代化的战争 跟以前的战争不一样 最主要是克基 你看他打得多精准 他大概用哈马斯 海马斯来讲海马 不是哈马斯 海马斯火箭 火箭打的 打这样的精准 这个就 这就会看出这个战争 对俄国来讲 大概比他远先发动战争的时候 所想的 所设想的 要困难很多 但我认为 也不是只有我认为 我看有些西方观察家也在讲 实质上对这个战争最后结果影响不大 这一万两千人进来了这样一个战争 你看也没有阻止俄国 俄国继续风炸基辅 是 继续攻打乌东的战场 这个目标 而且最近还夺下了一个战略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小城 打下来 所以这个就是刚刚 越前讲一件事 你来我家我去 你看这毛泽东讲的 那这个就是这样子 你打我 我应付你 但是不会阻止我 对你的主要的攻击 继续风大基辅 几乎攻打乌东的战略要地 所以这个就是俄国显然有他的把握 但现在这样讲 因为毕竟总体的战争资源来说 俄国的 士兵的人数 官兵的人数也好 他整个的这个土地的面积也好 是远大过这个乌克兰 所以这个战争持续下去 必然会持续下去 最后为什么结束 就是大家打得都筋疲力竭 包括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 出钱出力道 已经压力很大了 没有办法承受了 这个战争大概才会结束 至于莫迪为什么会去 因为他印度买了俄国最多的石油 最多的天然气 所以西方国家一直在批评他 然后他在国内的选举又没有选得很好 所以这次出去提高他在国内的声望 也给西方国家一个交代 所以到乌克兰去 好 我们记上广告 好 我们最后时间交给将军 我们知道这个伊朗对以色列的报复 隐而不发 隐而不发在哪里 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是人打 但是他怕不耐脱 你脱久对以色列不利 因为以色列它是工业先进国家 你知道投资大家都不来 这个厂商都跑掉了 企业也跑掉了 以色列怎么过 但是伊朗来看 伊朗不能打 但是他耐打 伊朗他耐打 他土地面积大 130万平方公里的地那么大 人口又那么多 耐打 但是不怕脱 所以变成一个对以色列这个心理战 施压 我就在那边隐而不发 那以色列到底要打还是不打 对不对 那大家就看伊朗报复不报复 变成这个状况 所以就按照这样 我认为已经到达 心理猛掠心理战的层次去了 那这样的话 我认为以伊朗报复时间问题 但是的话对以色列来看是 时间越拖越久 对以色列来看越是不利的 那我们第二个看这个俄乌战争 俄乌战争乌克兰既然跨境攻击 到克尔斯克 那库尔斯克这方面是一手难攻 大平原嘛 是 一手难攻嘛 但是来看的话 我认为乌克兰战术上是成功 但是在战略上的效益是有限的 为什么 因为它筹码有限 要不后面后援的兵力 要不去前去支援呢 不够了 因为你抽掉 一抽掉俄乌战争就进来 那所以不行 那这个卢干斯克 盾内斯克 要不守住了 要守 支援也是不够了 那不能怎么办 所以整个时间来看 拖下去 一拖下去的话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